作词 刘展 一大早 獨棟鎮巴協村的村民楊逸彪 就前往自家的山地 進山種林是棟族人的傳統 每年一開春 棟家人都會進山種植林木 自古以來 山江棟家人對於林木有一種特殊的情節 如今依靠當地豐富的林業資源 棟族傳統木購工藝 也已成為棟家人脫貧致富的金鑰匙 今天對於楊逸彪和師父吳成慧來說 是個特殊的日子 他們在萬牧茶園修建的觀景臺 迎來了最關鍵的時刻 這種利用整根的木頭建造起來的大型木製建築 是山江棟族獨有的傳統木購工藝 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吳成慧 棟族木購建築營造記憶的傳承人 出生於木匠世家的他 擅長建造棟族傳統建築 風雨橋和古樓 風雨橋和古樓是中國棟族地區 一種傳統的木購建築 在廣西三江棟族地區 可以說風寨必有古樓 玉河必有風雨橋 這個就是山江風雨橋 是我們棟族建築標誌 採用什麼結構 不容易跟鐵頂連結 它的新木結構非常的困難 楊毅彪是巴協村的建蕩利卡貧困戶 以前全家人都生活在高山上 家裡的父母都已經年外 兩個孩子還在上學 家裡的負擔都壓在楊毅彪身上 家裡的樹肉都沒有什麼樹肉啊 用點茶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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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這個來過的生活 好 2017年楊毅彪拜師吳成慧 開始學習木工 學習木工的第一課 師父吳成慧就是教導楊毅彪 要學會合理利用每一個木材 用材料啊 梅根子啊 木頭啊 你看的 木看的小小的 有幾十年前是獎勤的 這樣子的 你要盡期待 當初和楊毅彪一起拜師的 還有十幾位棟族同胞 其中大多數都是貧困戶 我目光也是有點愛好 我就是來問他 師父啊 你可以 要不要我跟你搭土地啊 然後師父這樣可以的 你愛小的來跟我小 就是這樣的 開礦的時候 就把死字呢 要逮到中心前來 你要逮均 在三江洞鄉 這種師父帶徒弟 學習木工的現象非常普遍 通過學習傳統木狗工藝 許多人都已經脫了貧 治了腹 如今楊毅彪每個月 能有五千多元的收入 成績 四千多元 來來來來來 往往往 來來來 往往往 美國的土地就是 百年之後 有幾萬塊錢 生活得非常好 我覺得這樣 很高興 來來來來 又到了一年一度临木种植的时节 洞乡人都在自己的山头上马路着 杨毅彪家的荒地上也已经种满山木 取之于林 用之于民 又回馈于林 三江洞乡人更懂得如何依靠自身丰富的林业资源循环发展